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新的一集IEI首播 今天很高興請到我們的PM Phinney 來跟我們一起開一下IEI的產品 讓我們歡迎Phinney 嗨,大家好,我是Phinney 那Phinney我們今天要介紹什麼樣的新產品呢? 現在因為科技越來越進步的情況下 所需要傳輸的資料量也越來越增加 所以為了加速資料的傳遞速度,加密和穩定性符合期待 IEI網空X86系列最新產品Puzzle IE-004是最佳選擇喔 OK了解,因為IEI開發了很多X86平台的網通產品 以滿足不同的使用者 相較之下,Puzzle IE-004的優勢又是什麼呢? Puzzle IE-004是一款加速型伺服器等級的網通系列產品 除了強調優化的資料處理效能之外 還加上Intel的解決方案和Edward的認證喔 另外有許多功能上的差異 等一下我們一一來跟各位做介紹 好的 前面一直強調速度的優化 IN004為什麼能輕易提升傳輸效能呢? 因為IN004使用了 兩樣低,Intel兩樣D2100系列的CPU 那在各種虛擬用戶端的設備下 像VCPE還有VM以及加密的服務 會達到更高的效能和更低的功耗 那與上一代相比,資料處理的 吞吐量運算效能提高了1.8倍 然後再加上使用Intel QAT的技術 執行網頁伺服器的吞吐量提高了2.9倍效能 另外這個CPU還提高了 網路中指的網路互相進行做 資料交換的不同的運用 那在使用DVTK的時候 進行數據的傳輸 它提高了29倍 那其次呢,使用了網格互聯的架構 取代了上一代的環狀的架構 讓資料的存取速度更快速 OK 那Puzzle IN01是使用了很多新的技術 來增進效能和速度 但是通常講 效率提升了 是不是也會增加功耗和成本的消耗呢? 這就不會喔 因為DION D它是一款 較低功耗的系列的單晶片 SoC的CPU 那它針對降低功耗進行的最佳優化 然後在晶片的尺寸縮小 強化了硬體的網路安全 然後加速功能的伺服器等等 那它整合到這個晶片內 然後Intel的Match 這個可帶來低延遲性的功能喔 OK 了解 那其實雖然傳輸速度快是最主要的需求 但對於整體的網路專用來說 是否有其他的獨特性可以提供給用戶呢? 獨特性的部分 Intel 還有DION D2100 它實現了真正的網路優化 那以下分為幾點給大家介紹一下 像它有一個 Intel AVX512 這個是一套新的指令 那它這個指令可以加速運算密集的工作負載量 再來是Intel Data Direct IO的部分 它可以針對各種網路與邊界的分析應用 它提高了風暴處理的效能跟效率 那再來是整合了虛擬化的技術 那虛擬化技術呢 它可以降低成本提供多工的元素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再來是Intel QAT的技術 那這顆CPU裡面 它內建有一個QAT這個技術在裡面 那它可以有什麼功用 是內建加密解密加速的功能 它最高可以到100Gbps 那這個不管是在降低了CPU的負載量 來說整個服務器上它增強了傳輸的和保護 還有儲存網路的基礎架構喔 那加密解密加速功能速度提高 高達100Gbps的Puzzle IONI 04 這樣聽下來感覺是 專門給資料處理中心 或是有大量資料需要處理或是傳輸的 才能做使用吧 當然不是啊 IEI它在開發產品的中指 是想要符合大家的需求 不管是初階或是高階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CPU它其實有搭載QAT 然後核心速也有不同的等級 那Puzzle IONI 04的產品都有支援 從中小企業到資料處理中心都適用 那另外呢 還有增強的可靠性、可用性、可維護性 RAX的功能 那對於ECC儲存器的支援和平台錯誤管理的彈性 也是有支援的喔 再來呢 它的散熱設計 從60W到110W 它實現了高密度跟低功耗的系統的設計喔 OK 那我們知道在網路設備當中 軟體和硬體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那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UCPE對網路環境的重要性嗎 嗯 好啊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UCPE它是客戶端的設備 它結合了現成的網路和開放的軟體架構 那以下有三個特點 夠彈性、夠強大、夠小巧 OK了解 那這個認證 對於企業或是客戶有什麼好處呢 對於IT或是網管能源來說呢 因為目前在複雜的工作複載的主要 它是在基礎架構下的解決方案 那Intel的解決方案呢 在硬體和軟體都已經經過認證 可以確保UCPE的設計的穩健性 那另外呢 它可以經由簡單的部署 來有效的達到預期的效果 然後簡短再 縮短了IT人員或是網管能源的 服務的交付的時間 OK 其實剛剛有提到 Intel Solution、Selection和Edva 這兩個認證 都是在提供UCPE的服務 那請問這兩個者之間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那我們先針對Intel的選擇方案來說 那是用SandOS的操作系統 搭載了我們的央低處理器 它符合了這個Intel的選擇方案 然後提供這個市場的平台需求 然後不管是硬體、軟體或是它的生態環境來說 都是提供了一個高經濟效益的UCPE的性能 然後再加上了快速的加速功能、安全功能 還有內建的以太網路的連接 再來是Edva的認證 它是一個完整的網路功能虛擬化 為的基礎架構 NFBI的解決方案 那這個提供了 Insistible Connector 那這個連接器它支援了OpenStack的控制器 和OpenStack的Compute OK哇那聽了那麼多的優點 讓我們更想知道 Puzzle IM004這台產品到底是有什麼樣不同的功能 那這台Puzzle IM004就一一的來介紹給大家認識一下 那再來我們先說到前述呢 之前我們有說到的搭載了Intel Beyond 2100系列的CPU 那它支援了1GB有8POR的RJ45的LAN 和4個10GBSFP的LAN POR 那最多可以插8個插槽的DIN 那我們RDIN的部分它有支援到256GB 那在LRDIN的部分它支援到512GB 擴充槽的部分呢 有兩個M.2的MKEY擴充槽 還有一組PCIE-MINI和PCIE-108的擴充槽 那可以搭配我們IEI的Puzzle的網卡進行去使用喔 那在系統方塊圖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完整的看到說 除了剛剛說的CPU 然後Connector或是LAN的部分之外呢 我們還有兩組的USB 3.2 那一組的RJ45的Console POR 那透過呢 我們這邊有EC可以透過 CPU的LR的偵測 那SIMO的部分 那我們來進行SmartFan的體系 來去做一個這個系統的搭配 那我們最多還有一些SSD的擴充 可以去支援這個IONI 04 OK那基本的硬體和規格都已經大概知道了 但如果我有多種的應用或是想要加高的程度速度 那這部分的話我們應該如何去滿足呢 Puzzle IN004呢 它有設計一組PCIE-108跟兩組PCIE-104 這個插槽像這個藍色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擴充一組IEI的網路模組 然後讓機器達到最佳的網路配置 那有哪些網路呢 像IEI的網路模組來說 我們選擇的種類非常的多 可以任意搭配選擇從1GB到25GB 那我們在不同的平台像intel 然後Malux、Aquantia、Bordcom 這些NIC的開發不同的速度模組之外 還有BuyPath跟MailBuyPath的這個組合 可以讓客人任意的搭配 那另外呢 我們在後面插槽的部分 有一組PCIE-108的擴充 不論是客人想用GPOE卡做POE的供電 或是現在很熱門的MAS10 AI加速卡 都可以讓客人做一些需求搭配喔 那像這樣高彈性的擴充 真的可以讓客戶自由選擇所需要的組件 我覺得我們說了那麼久 我覺得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來看看 我們Puzzle IN004產品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來開箱吧 接下來是Puzzle IN004的開箱時間 在IN004的前IO的部分 可以看到說我們有一個LCM的模組 LCM的模組可以看 可以顯示出這台機器 它的型號名稱 還有Landport的IP 再來是旁邊有三個不一樣的顯示燈 分別是Power、Storage跟Alert燈 下面有一個隱藏的ResetButton 可以讓使用者避免誤觸它 再來是Console的部分 還有兩個USB孔 那Console的部分 我們可以選配我們的Console Cable 來搭配這個機器 再來是前IO的部分 還有四個10G的SFP Plus 可以使這個機器拿到網路的最大的效能 還有八個1G的RJ45 以及我們剛剛有介紹說 可以擴充IEI的Puzzle Module 插槽是在這邊 再來是後IO的部分 我們是選用了300W的Redundant Power 避免說我們在Power壞掉的時候 IT人員會沒有即時的去修復它 造成這個機器的Shutdown 它可以一直保持這個不斷電的系統 再來是Power Button上面 有一個不斷孔的天線孔 可以讓使用者做更多的擴充 再來是一個PCIe 180的擴充槽在這邊 接下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台機器的內部的部分 內部的部分有兩個SSD的裝置在這邊 然後再來是可以擦8G的RAM 再來是有一個迷你PCIe的插槽 然後一個SIM卡的slot 可以讓使用者去做擴充 再來是我們這個導風罩的部分 會讓機器更加的穩定 不會因為過熱或是甚麼的問題去Shutdown 最後我們這個導風罩下面 還有預留兩個M.2的Connect 可以讓使用者去做擴充 以上是我的開箱 介紹了那麼多 不要忘了 這台Puzzle INN04 運算效能提高了1.8倍 網路的速度提高了2.9倍 而L3數據傳輸更是提高了29% 更有高彈性的擴充選擇 是您網路設備的最佳選擇 感謝Fini今天的介紹介紹的相當詳細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並分享 如果想了解Puzzle INN04詳細的資訊 請掃右邊的QR Code 最重要的是 要持續鎖定每週二IEI的首播 希望下次我們在這邊再見到您 掰掰 請進找1.9倍 追至9.4倍 請按讚 請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